这是一个极其闷热的午后 老吴坐在急诊室里 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检查结果 空气里没有一丝凉风 偏偏腿上又不时传来钻心的刺痛 更惹得老吴心烦意乱 如果不是因为这条腿疼得太厉害了 他才不会大折天跑来医院 现在老吴只想赶快拿到结果 看看这腿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爬了山以后 回来的腿疼 以为是爬山累着呢 或者是扭着呢 可是这个腾的这个音乐以后 还是一直在腾 老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最大的爱好就是 约上朋友们出去游山满水 多年的旅游经历 免不了要经常爬爬山 也免不了有时会累得腰酸腿疼 可这并没有给老吴带来困扰 反而多年的爱好 让老吴养成了一副身强体壮的好身板 让朋友们羡慕不已 但是就在几个月前 就在大家不以为意的时候 有关生命的意外悄然降临了 几个月前 老吴和朋友们再一次去爬山 下山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腿不舒服 一进门就赶紧到沙发上歇息了好半天 细心的爱人为了让他舒服些 专门过来给他揉揉腿 说是这样能放松肌肉 老吴以为像以往一样休息两天 腿就不会疼了 没想到几天后 老吴竟然差点连路都走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明觉也没疼的事 好好的走在路上 老吴突然觉得自己的腿疼起来了 根本使不上劲 一落地就惊心的疼 坐在路边休息 老吴只能自己按按这揉揉揉那 一向身强体壮的老吴 绝对没有想到 只是像平常一样爬了一次山 竟然会导致腿疼的不能走路 突然间一个念头闪在老吴心里 这条腿该不会有什么毛病了吧 结果一拍片发现是 骨骨头坏死了 骨骨头坏死 爬山竟然导致骨骨头坏死 老吴觉得一闷棍打到头上 这怎么可能呢 爬的山就算是累点 有些肖酸背疼也是正常 怎么会导致骨骨头坏死呢 虽然常常从广播 报纸电视 甚至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上 看到骨骨头坏死这个词 但是老吴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落在自己头上 直到看见片子上 自己的骨骨头塌陷的阴影 老吴才并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而他现在也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人们会把骨骨头坏死 称作是不死的癌症 和普通外伤的疼痛不一样 这种疼痛彻心扉 似乎就疼在骨头上 老吴既看不到又摸不着 除了咬牙忍着 没有好办法缓解 我在老家治疗的时候 土办法又多了 针灸 按摩 贴膏药 杀袋 杀袋敷 都没减少 只是按摩的时候 马上按摩 当时舒服一下 有这么个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就还是往常一样 对老吴来说 爬山的后果真是出人意料 几个月来 病情不但没有一点改善 腿反而越来越疼 现在不管是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 腿疼一直都在折磨着它 走路疼 坐下疼 甚至连躺的时间长了都会疼 老吴在家里 坐也不是 躺也不是 站也不是 最痛苦的还是每天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刚刚睡着 腿上就能把人生生疼醒 自从被这疼痛缠上了身 老吴两口子 已经很长时间 都没睡过一个无轮觉了 他要是能坚持 他反正就不叫我 能不叫我就不叫我 我也知道他疼 我晚上也是 他疼 反正就给他 没别的办法就给他按 眼看着老吴受罪 妻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他按摩 看着妻子在家里为自己忙前忙后 而所忙的事情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白白费力气 老吴是既心疼又无奈 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他要怎样做才既不让自己疼 又能解放自己的妻子呢 疼痛如影随行 想要摆脱疼痛 却不愿接受手术 等待他的 又会是哪一种揪心的处境呢 科技之光暑期特别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爬山带来的腿疼之后 爬了一次山竟然引来了骨骨头坏死 老吴没想到后果严重到这种地步 医生说老吴的后半辈子 允许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夫妻俩坐在床上 看着医生给自己的诊断发愁 因为当时腾力受不了的 就上这儿说试试看吧 看能不能在这个腾之中 有病乱投医吗 开始也没想到这儿能治好 然后就抱着来试试的心里也是 在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安主任给老吴做了简单的检查 又给他讲解了骨骨头坏死的原因 老吴终于知道自己的病情是怎么得上的了 就说这个得病的原因 一是那个外伤激素 还有那个喝酒是吧 当时想到的就是 哎呀激素肯定是吃过一段 然后这个喝酒肯定外边 这个年龄男人模式不 出去肯定短不了应酬 肯定喝酒肯定是短不了喝 这也就是说爬山并不是老吴 患上骨骨头坏死的原因 只是碰巧诱发让老吴注意到的 在进行了CT 和词和超中的检查之后 安主任判断老吴的骨骨头坏死 应该到了中晚期 一般而言 这个阶段是进行置患手术的关键时刻 可是老吴十分明确的向安主任表示 他不想手术 他说随着人的年纪越来越大 骨头就像黄金一样珍贵 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能尽量保留自己这套原装的老骨头 到了这个时候 安主任还能有什么奇思妙想呢 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三氧 大自血和直肠三氧 那么三氧和通过直肠吸收到血液里面 或者是我们把它的血 用三氧进行处理再输回去 那么就相当一个我们中央说的药引子 激活体内的抗炎作用 激活体内的免疫系统 而且促进体内的这种代谢作用 那么这些一系列的这种反应呢 就可以帮助这个局部的痊愈 同时呢 也让这个抗病的大环境 对他这些逆转 就可以促进他的痊愈 安主任对自己的方法信心十足 但是老吴却有些犹豫 这种治疗手段以前都没听说过 它会起作用吗 医院在那里有一个新方法 说是三氧治疗 三氧治疗就是把这个 自己的血抽出来以后 打上三氧再孵回去 开始来也比较抵制这个方法 怕这个抽血造成了其他的伤害 我这个本身这个骨头都很麻烦 我怕我这个病毫不了 带过这个染上别的病 不想做手术 对新方法又不太信任 一时之间老吴有些进退两难 可是 他一想到自己一个大男人 却在疼痛面前束手无策 有几次上楼 差点连站都站不稳 不得已还得给妻子打电话求助 他又觉得自己非治疗不可 就像现在他就连坐着看会儿书都不行 大腿跟和膝盖里像是有个电锯在锯 疼得让他受不了 为了打笑老吴的担心 安主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在老吴面前自己做了一次三氧介络的治疗 那个医生说没问题 医生在那儿安顿 但是我看着他 他清楚地也做了一次 后来我都坚持做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一次治疗后效果就十分明显 疼痛一下子减少了 就连心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刚来医院的时候 老吴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 现在的他每次治疗回来都会坐在床上和病友聊天 相互说说自己的经历 他一开始我们给他 因我们的方法治疗以后 可以说立竿见影 疼痛就立刻减轻了 那么功能也在慢慢的恢复 为了使老吴的病尽快痊愈 安主任还安排了往换处直接穿刺的局部治疗手段 而这一手段可以说是真正的高科技 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维创机器人研究组 帮我们把超声和CT的信息 然后通过计算机的运算 在进行虚拟的处理以后 我们可以在计算机的引导下 准确地把穿刺针 穿刺到需要治疗的部位 然后用最小的量和最小的副作用 对疾病进行治疗 手术机器人的引入 可以尽量地减少癌实现的剂量 从而减少对医生和患者的损伤 还有手术机器人其具有较高的精度 而人手操作由于其容易颤抖 或者其他因素 会导致手术过程中的一个偏差 这样由医生远端操作机器人 来完成这个过程 会提高手术的精确性和安全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在手术机器人的引导下 安主任就挑不稳地做着手术 可是手术床上的老吴心里一直在打鼓 几年来因为腿疼 他不能爬山也没法睡个踏实觉 甚至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 这些痛苦的经历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这一切等到手术结束后都能结束吗 去爬山 一个五千米的高山 那么那天他觉得状况不错 他就试图就试着走一走 这一下子就爬到了山顶 整整爬了四个小时 而且回来以后呢 下了山以后 第二天都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痛苦的感觉 他们在这个鼓鼓头坏死方面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的一些效果 显现了非常好的一些 就病人的症状得到非常大的好转 老吴的病终于好转了 家里的顶梁柱又站起来了 都说心情也可以治病 的确不假 因为心情好转 老吴又恢复了精神和朋友们去爬山去旅游 他再也不用害怕成为朋友的累赘 也再也不用担心腿疼走不了路 家人也不会在老吴出门后为他担心了 老吴觉得能够重新自由走路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那是九月的一个早上 魏哲骑着自己的新自行车准备去找朋友玩 这辆花花绿绿的自行车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球 于是得意的他不觉得加快速度 他不知道一场灾难正在一步步向他走来 魏哲是一位自行车爱好者 今年二十岁的他已经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四九厂 可以说北京大大小小的活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骑自行车 而且那会儿也很爱玩 后来经常和朋友们一块出去骑 后来对自行车的构造有了了解之后 就自己DIY了一辆 DIY就是从颜色性能上面 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计的自行车 这种自行车不但漂亮 而且可以倒着骑 这也引起了魏哲极大的兴趣 面对着这样一辆特殊的自行车 魏哲的心里蠢蠢欲动 想赶紧骑上去 向自己的朋友炫耀一番 他不会想到 就是这辆自行车 魏哲会给自己带来一个不想的打扮 一辆汽车从右边的路口里冲了出来 但此时的魏哲已经来不及减速 他下意识地捏扎 却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根本就没有车压 面对即将撞上的汽车 他的大脑一片困乱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魏哲和他的自行车倒在了路边 我事发太突然 我当时完全停不下来 我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故发生后 魏哲被及时送到医院 幸好汽车刹车及时 没有造成碾压 魏哲的伤势较轻 并无大碍 经过简单的处理和住院观察后 魏哲康复出院 回到家的他第一次仔细端详起眼前的这辆自行车 也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自己的自行车还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 死飞 今年3月20日 张州13岁女生骑死飞自行车上路被撞身亡 5月5日晚11时19分 深圳的17岁少年阿阳骑死飞车过马路时被侧面开来的货车撞倒遇难 面对死飞事故频发 死飞的安全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作为这种场地自行车是否具备上路的资格呢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上路行驶的非机动车的外形尺寸 热量 制动器 车铃和夜间反光装置 应符合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 也就是说 比赛用自行车如果以上指标不符合有关标准 原则上是不能上路 而死飞作为一种场地自行车 没有刹车 没有变速器 没有打泥板 没有支架等安全保护装置 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允许上路 非折其着死飞上路 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没有刹车等紧急制动系统 作为一个刚刚接触死飞的玩家来说 也是隐患重重 对安全的意识干部 其实才是死飞事故多发的原因 因此也有很多人提出 死飞的安全更多的还是教育问题 假如他们从小学 从幼儿园 从小学到中学 都要有这种安全性的教育 他们就不会 就说去妨碍别人 去做这个不利于交通安全的事情 也很大 是有些人提出的 是有些人提出的